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今早由阳国仲和大家谈天气 虽然昨天早上东风比较大 不过过去的星期六、星期日 整体来说天气相当之好 阳光非常充沛 而且是天气干燥 也适合互外的活动 今早天气情况没有大转变 继续受到季后风的影响 今早仍然是相当清凉 市区的最低气温大约是13度左右 新界再低几度 而天息方面 在大范围卫星云图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华南地区整体云量也相当少 唯独是昨晚在珠江口附近 有少少的云层形成 不过这些云层都是比较薄和松散 所以我们预计今日的天气 其实跟过去几天都是差不多 仍然都会是大致天晨 还有天气干燥 大部份地区会有烟霞 预计今日的最高气温将会有19度 而风势方面会吹和缓的偏东风 稍后会转吹一些清净的偏北风 为何会转一些偏北风呢 我们在天气图里其实看得到 在华南的北部 华中一带 开始有些紧密的等压线在形成 这些等压线其实代表着 将会有股季后风的补充 在今晚和明早的时候 就会抵达华南元昂 这股季后风相关的一些冷空气 亦都会由北向南推到来我们元昂的地区 所以未来几天天气又会再一次转冷 就像明早那样 最低气温只有12度 到星期三早上最低气温更加只有10度 虽然天气再一次转冷 不过受着一些干燥的偏北气流影响 我们预计天气方面都会挺好 仍然会是天晴和干燥 这一节的天气报告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